殿下 落叶成泥 待来日花落 也有出了心 不知是叶敷了花 还是花护了叶 由此心境 你是愿做护叶的花 还是护花的叶 我既不想做花 也不想做叶 如今这花坊 有你帮着打理 大让我省心不少 他日你若要离开 我反倒不习惯 殿下助我 救出天舞醉坊那些无辜女子 我替殿下照顾这些花草 相比起来 我所能为殿下做的 太过微不足道 四哥率领玄甲军 几乎将碧雪阁一网打击 只可惜让五平亭逃了 现如今 碧雪阁元气大伤 恐难再有作为 我承诺与你的事情 都已经做到 这个结果 你可满意 多日未曾见过靳慧姐姐 也未见姐姐来过花房 不知殿下 是否知道 靳姐姐喜欢什么花 不如 我替殿下送过去 眼下这花 开得正好 慧儿她不喜欢草 也不好音律 这些年来 她为了配合我 勉强自己与花草威武 甚至苦心学习心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也不喜欢 你的信息 董俊 我会想让你 再集团 我们啦 我来自于 两个真正之 咱俩 Pois 掃杀 物 不 这个 你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殿下内心已然大好 往后不需要我再以灵力 祝殿下疗伤了 可是这一回 我宁愿好得慢一些 若殿下好得慢 陛下一定会责怪何御仪 岂不是牵连了他 也是 七弟你若是需要别人搀扶的话 尽管让四哥来 就算你让我被你回房 我也绝无二话 这些粗虎 还是我比较适合 四哥只怕再在我府上待下去的话 十一帝就要跑来找我理论了 既然如此 不如成全凌王殿下 好 我明天就叫上十一 一错一用 那更周全 好 都来吧 反正我这府上 走吧 我不能与元凌再这样纠缠下去 无论我或是她 只会越陷越深 我得想办法让元凌 回到她原本的生活里去 我与她到此为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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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瑟在玉 莫不静好 寻逸之音 人生无悍 这世上若无之音 我宁可将这玉笛数之高渴 我这是怎么了 为何会因为这种事情心浮气纵 不过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 看来殿下与我的心性相同 我自幼习奇 如今才得殿下相知 懂你的琴便懂你的心 只是忽然觉得 竟跟不上殿下的笛声了 或许 我并非殿下心中真正的知音之人 非是你喝不上我的弟子 而是你的心不在这里 她身为巫族之人 当初在平行郡内 那些巫女却无一人认识她 而她一直自称是西蟹长老的弟子 除了西蟹长老 无人能证实此事的真家 偏偏西蟹长老 在这个时候出事 这巫女卿尘 究竟从何而来